第三個重點就是拜登要求中共 不要介入這次的臺灣大選 要尊重臺灣的選舉程序 習近平回應說 和平好是好 但中方終究還是要朝著解決問題來邁進 這段對話該怎麼翻譯呢? 就是美方告訴中共說 你可別戒選 但中共回應說我就是要戒選 你管得著嗎? 其實我認為 NBC這次報導最有意思的重點就在這裡 習跟拜登說他會統一臺灣 然後又拐著彎強調說他還是會戒選 這就表明了中共非常看重甚至是有信心 想要通過干預這次的臺灣大選 來扭轉兩岸的局勢 來大幅推進北京的統一夢 那我們再從另一個角度講 為什麼這些內幕消息 美國官員不在拜習會之後 就馬上爆料給媒體呢? 為什麼要在臺灣選前三個星期 才找媒體來爆料呢? 我認為應該是美方情報系統發現到 中共這次戒選的力度與面向是前所未見的 所以不得不再次公開警告 提醒臺灣與國際社會 注意中共正在利用選舉來攻擊臺灣 同時這可能也意味著 這次中共戒選的層面太廣 力度太大了 已經不是美方私下提醒臺灣就能夠抵擋的 所以就找國際媒體來爆料 希望通過公開曝光來施壓中共 要適可而止 不要囂張過度 但是我們要注意了 美方已經是連續兩次公開揭露中共再戒選了 這點非常罕見 為什麼呢? 第一 就是要警示國際社會 這次臺灣大選面臨了空前的境外壓力 二來也是在預警美國內部 明年底的美國大選 中共也很可能會介入干預